国民党命书长金普聪到美国替选举造势 对于民进党所开的第一枪 就是撩拨苏蔡新杰 这金普聪说苏贞昌和蔡英文 担任行政院正副院长期间闹得不合 两个人有必要对选民说清楚 未来是否真的能合作 而这个苏蔡两个人则是默契一致的反击 合作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是国民党 受到国民党侨胞热烈欢迎 金普聪代表五都候选人岳阳造势 在五都的选举相较于我们的对手分裂 国民党在这一次的五都选举中 展现了团结整合的气势 人到了海外金普聪炮打绿营 还翻出旧账 直指民进党北北都参选人苏贞昌蔡英文 担任行政院政府院长期间 产生矛盾众人皆知 如果是两人私事就算了 但现在他们选举 有义务对选民说清楚 两度未来能不能合作打造愿景 我是来海外和热情的海外台桥同胞对话 但是如果有人来这里谎话 我相信不是台湾人民的期待 国民党老是平常不做 到了选举的时候 才用所谓的双层合作 这也是一个团结定义的扭曲的问题了 他们在候选人之间提出来的 看起来都是急救渣 要刻意创造出来一个表面的合作 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 被说有心结的两位当事人 回答却不约而同很有默契 就是不想给对手机会 再拿分裂话题做文章 影视新闻综合报道